开床外无以后说到三年次元灾害 这些人当时有点疑 所以基本上都不知道 什么叫三年次元灾害 那是人别灾 你看结果你开床就这样 肯定有独播的 上海有个倾向学家 好像是叫冰辉吧 应该是个名字冰辉 他写过一篇学术论文 二代表在网上做来看 据他的统计 一百年来 一个路线的路线 三年是从小路线的三年 用自然情况 那超过一百年来最好的三年 所以说三年自然灾害 靠路 在提前大会的时候 常识着玩什么的 三分天灾 七分之后 现在上海 还是靠路 那就是人火 我们做过多少生命的代价 我在官方的许多还没有看到 但我看到一个数字 非常下跌 三千七百五十八 这三年 不论那二大年 是谁还要的 那是运工 五八年开始的大力竞技 我到系列机考察的时候 看那个一条 没有水 没有树 没有草 没有发生 但是我在看那个县 县制的时候 五七年的时候 还有水跑过来 就是大力竞技 但是你现在到他们去考察 他们接待你 我们讲正道的地方 所以他们就这样 实际上就八年 他就这样 如果有些人忽略 我忽略的是 现在年轻人就很有兴趣 他们不喜欢听 不喜欢研究 也不喜欢看 他们说过去的是什么 你先过去 我不知道大家想到不想到 如果我们下来 我们年轻人 若是这样的历史 不在乎他 这样的历史 很有可能的建立方案